《讀熱點話題》解最新動態 這代是讀解美國頭條 我是馬彥林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拜登星期四發表首任期內機最後一次國情滋民演講 整個演講持續1小時7分鐘 他幾乎沒有掩飾港政治財色 儘管無指名道姓但多次抨擊特朗普 稱如果後者重返白宮將對民主構成嚴重威脅 他在最後幽默回敬自己年齡質疑 稱我知道可能你下去不太可能 但我還會存在一段時間 到我這個年紀 這些事情會變得比以往任何事後都清楚 演講結束後所有共和黨議員迅速離開 拜登和在場和民主黨的議員 握手交談持續了至少25分鐘 眾議院能源和商務委員會 星期四一致投票通過了一項法案 該法案逼使到TikTokModley和其中國所有者 自知挑動公司的關係 TikTok是同一日向一些用戶發送了推薄的通知 鼓勵他們聯繫自己的代表 要求代表們投票反對該法案 TikTok的一名發言人 確實向18頁或以上的用戶發送了該信息 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史蒂夫·斯克里斯表示 眾議院將會在下星期 對該法案進行全體投票 德州農工林務業局星期四表示 調查人員確認 該州歷史上最大的火災 是由跌落的電線引起 Xer能源公司星期四在聲明中表示 該公司的設施似乎和引發大火有關 該公司並沒有提供更多細節 說明如何得出這個結論 聲明中也鼓勵財產受損的人 透過該公司的索賠程序提出賠償的要求 聯邦法官留意斯·卡普蘭 星期四在一份書面命令中 告知特朗普律師 他不會推遲前總統需要繳納保證金的最後限期 這筆保證金和專欄作家讓卡羅爾 撞高特朗普曾在上世紀90年代強姦距的案件有關 特朗普被判需要向卡羅爾 支付8,330萬美元的賠償金 目前特朗普正在就此進行上訴 卡普蘭表示特朗普律師等了25日 才試圖推遲繳納保證金的最後期限 但已經太遲 警方透露俄納江州塞納武士的一個公園 星期四下午發生槍擊事件 三人遭到槍擊 其中一個人已經死亡 另外兩名中槍的青少年被送往醫院 四隻的年齡和聲明都未公佈 塞納武警局在新聞稿中說 當日下午1點45分左右 趕到槍案現場之後發現三人中槍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傳播內容 感謝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及TV頻道 沒有更多的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 我們下次再見 就ί shy 插印 解消磨 解消如何 制圖